WOW戰隊進行擔任監管者的角色 那負責擔任監管者的玩家是艾東撈 那JUST隊則是交換成為我們這一場的求生者 選了一個機械師 這個破翼角選了一個機械師 再來小笨狗選擇一個傭兵 傭兵再來應該是會還是會有先知的出現 那這邊挖礦哥選擇一個調香 是 香水 一般來說的話呢 在負責遛鬼或者是負責拯救隊友的話 其實有非常多的選擇 像是前鋒啊 空軍 或者是傭兵 然後有些人覺得傭兵其實他的負重有點高 嗯 但傭兵來說的話就是 是非常適合他去遛鬼 然後可以 再加上他有一個被動技能嘛 他的這個被動技能堅強 可以讓隊友再多撐了一下 對 堅持住 對 對 那其實這邊是要看各個選手 要怎麼做選擇和隊伍的搭配了 不過 跟各位說明一下 Just3戰隊剛才呢 我們前面選手介紹的是阿源選手 那這邊是使用了後補選手莫源 進行這一場的對戰求生者 那WOW戰隊這邊的監管者呢 I don't love 最後則是選擇了蜘蛛 回敬Just3上一場的一個蜘蛛 對 還是一樣用蜘蛛耶 哇 直接開始了 看一下一開局 看見了一個先知 是已經先看到先知了 前面就往加速 剛剛他用了一個 蜘蛛絲來加速 第二次加速 會不會打到 唉唷 一起上了儀 上了這個 雲霄飛車 一起拍張照啊 這邊是往右邊下車 我知道這一刀 先挨了一刀 好 繼續往上跑 旁邊是木馬區域 出網再次加速 兩次的加速 再往上走了 一起下 下了一板 附近利用這邊的板區 是已經消耗了兩個 哇 這邊愛動撈 這邊 就要再加快了 利用蜘蛛採 採板的時間進行轉點 這個 放了一個鳥 想上車 但是監管者被騙到了一下 這一個真的是騙了一下 很可愛 說實在的 我也是很想上車 這邊腳步下來 流了下來 監管者一路跟隨 欸 這一下沒有撈上去 所以他倒了 哇 這邊很可惜喔 雖然利用在這邊 但是第二次是已經有一個封窗的效果了 沒有辦法繼續再做堅持 剛剛我真的以為先知是要上車 嗯 來這邊機械師破一塊要破完啦 其實大家都以為 監管者也以為他要上車 所以他先上了 沒想到 你不來 沒想到司機不發車啊 對 司機不開車 這邊可以看到小笨狗傭兵過來救援了 隊友還在解機 傭兵這邊是一口氣往前衝 先把先知給救了下來 這個車子要開了 欸 一樣沒開 哇 這是選擇交互往下 那蜘蛛也溜了下來 這邊再繼續繞 這是一票玩到底的樂園 這個一個博命觸發了倒地 哇 但是 剛好是直接倒地 這博命的效果 這是先知的第二掛 直接第二掛了 再來我覺得 的 目前機械師還是努力的在解機喔 在這邊 感知到監管者 離他有一點點見識選擇要繼續解嗎 先停了一下 這空羽要過來救援啦 隊伍要過來做掩護 這機械師過來了 我們一刀 硬扛了一刀 硬救下來 來 這邊是要犧牲掉嗎 他是硬幫他卡住 對 硬卡住 還有辦法撈嗎 這邊 這邊要選擇救 這個救的是 來不及放手 對 真的 因為來不及 我覺得 他們的溝通上 對 這邊要救的話 其實兩個是絕對走不掉的 但是他手還是沒有放開 因為這破衣還沒破完 也還沒壓好機 對 最後一機 原本想拚一個大清掌 但是氣球已經被牽起來了 哇 這裡是有一點可惜 但是隊友是選擇壓喔 沒有解掉這一機 對 還沒解 第一個 墨淵 我們的上神 這一個結 這一式的結有一點深啊 直接先飛走了 對 墨淵上神看來是扛不住 對 人世間的這個結有點重啊 腳槍過來救援 有直接扛 兩個人在互演啊 都不出手就沒事 機板沒開 我想他要等他倒地再開 倒地了 開 這邊是直接開了 觸發大心臟 繼續往前跑 對 也是一樣 主要加速 繼續往前走 直接帶來這個板區 再吐了一下 被纏住了 下板 拖延了一點時間 繼續往前找點 這邊再繞一下 哇 他這個是沒有攤的 哇 我被纏到 雖然預判一下攻擊 但是最後還是難逃一死了 機械師 但是兒子已經 他的小娃娃已經在解密碼門了 這樣我覺得還是有機會平的 這邊必須要拚一個平局喔 因為剛才對面也是被淘汰兩名成員 所以機械師如果有辦法 把他拉了回來 在這邊 欸 蜘蛛師直接下一個傳送 猜錯邊了 直接猜錯邊 那機械師也馬上 知道這個消息 製作的速度非常快喔 直接回來守 但是隊友似乎 沒有人要來救他 而是機械師要選擇自救了 他如果有辦法自救 來不及